从7月8号起,通讯及新闻部将改名为数码发展及新闻部 以涵盖这个部门更广泛的数码任务,并反映数码时代的新机遇和挑战 通讯及新闻部长杨立明在社交媒体Facebook贴文表示 数码化进程近年来已成为国家议程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此更名别具意义且何时宜 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将强化我国的数码经济 以及数码社会中的其他关键领域,例如数码韧性与包容性 部门也将监督网络安全并监管数码基础设施、数据保护和线上内容 同时推动数码科技的发展与应用,包括政府服务数码化 这个部门也将继续监督信息通信政策与策略 并协调媒体发展和公共传播工作